Y'all READY TO JAM? 大家好,這是凱琳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為你們帶在一起有關鞋子方面的特級報導 那今天要為你們報導這雙鞋子呢 也就是眾所期待的年底大魔王 那講到年底大魔王 每次這個Jordan或者是Nike Brand 他們就會在這個正縫美國傳統節慶的時候 發出一些比較厲害的鞋款 所以呢,老師講那麼多 是不是知道老師今天要鞋瓶哪一雙鞋子 沒錯,也就是大家今年眾所期待 等待已久的Air Jordan 11代 Space Jam 這雙鞋子真的真的很多故事可以講 所以老師今天也會透過這一次的球鞋介紹 跟你們好好講解一下 為什麼老師會這麼喜歡這雙鞋子 而且再加上這個背後的故事 為什麼這麼的迷人 來,我們先從這雙鞋子的鞋盒開始 鞋盒拿起來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 23的這種字眼 可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話 23上面是不是有這種卡通人物的手 對不對 你們如果有記得老師過去在這個七代還有八代之年的時候呢 我就有跟你們介紹到 其實 Jordan Brand長期以來有跟這個 有沒有,美國一個非常知名的卡通公司 叫做Nuly Tunes 這部電影在1996年的這部電影 Space Jam呢 直接找上了這個Nuly Tunes的公司 跟他們配合一個有沒有 半真人,半卡通的這種電影 當然啊,裡面的主角就是 我們最愛的Michael Jordan 那這個23呢 他所有圍繞的這種有沒有 卡通人物的手呢 就是有這個Bugs Bunny 還有那隻野狼有沒有 這些的手哦 你都可以看得出裡面呢 就圍繞著這些人物的這種 有沒有 他們的耳朵啊 手啊 還有這種有沒有 爪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酷哦 那除此之外 你如果這樣再注意看一下 他的背後是不是有一個45號的字眼 來45號 為什麼常常出現在Michael Jordan的鞋子裡面呢 這一個老師今天會非常非常的詳細 跟你們介紹一下 不過如果你們有注意的話 老師過去在一雙這個Baron Knights 有沒有這一雙 這是過去喬丹他打小聯盟的 那一個球隊的那個九袋當中 我就已經有跟你們講過 45號這一個號碼 對這個Michael Jordan 有什麼樣的深刻的影響 不過呢 等一下老師會再次跟你複習一下 為什麼45號 常常出現在這個Michael Jordan的鞋款當中 好 那我們再次回到這個鞋盒上面 如果你注意看的話 這個鞋子呢 一樣有一個小小的抽屜 對不對 你看這樣推出來 裡面的實際的石盒 外面還有一個蓋子 就是蓋著這個 有沒有 45加上23字眼的這個鞋蓋 如果我們把這個鞋蓋轉過來看的話 這邊有一個喬丹11代 Jordan11代非常經典的這種商標設計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其實這一個印字呢 印紋呢 是雙面的 另外一邊也有這樣子的印紋 非常非常的正點 來我們先把這個小小的鞋蓋 這樣抽出來 原則上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看有沒有 23加上45 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抽出這個鞋盒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 也是印著一個非常大45的字眼 非常非常的正點 然後呢 讓我們看另外一邊 來另外一邊呢 我們先把這個小標籤放在這邊 另外一邊 老師的這個有沒有 尺寸10號半 其實這雙鞋子我都穿11號 但是現在 急於心 我要給你們好好的講解一下 這雙鞋子 所以呢 先拿一雙10號半 沒關係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來 這雙鞋子呢 在我們美國的Champ拿到的 那你看一下 我們這個抽地的部分 這個小抽洞呢 它是用這種有沒有 藍紫色 我剛剛是紫色的 這種小圈環 非常非常的酷 再加上我們看一下鞋標的部分 10號半老師的size A Jordan 11 Retro 記得老師每次11號 都會穿大半號 這是因為 這個鞋頭比較緊一點 不過其實說真的 我穿10號半也沒有問題 那這雙鞋子的原價是220塊美金 加上華州的 所以就不止這麼一回事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把 這一雙今年的大魔王 我們從鞋盒打開來 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雙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 我們都打開 來 打開 唉唷 是不是又有一個蓋子 對不對 這個設計真的是非常的精緻 我們先看一下 一樣 XIXI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11的意思 那當我們看到這個蓋子的時候 上面直接用的這種 一點一點的紋路 直接形成這個 XI的數字 XI就是你們英文的 11的意思 那其實這個地方我覺得就是有點 反照這個有沒有 喬丹11代下面的那個 Carbon sheet 也就是說sheik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下面的這種有沒有 碳纖維盤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酷的 不過今年呢 唯一少掉的一個細節 就是在這個鞋蓋上面 你們記不記得通常 11代這個鞋蓋上面都有一個 Tinker make it shine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然後you make it whatever 對不對 它有一個小小的slogan 那個slogan 這個話 術語已經不見了 而且再加上其實過去的這個 XI的數字 它是直接是平滑式的 不像這一種 還是一點一點點出來的 所以這個感覺 好像也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沒關係 這雙鞋子真的是 非常多的故事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原諒喬丹 而且再加上 Jordan Brand 近期出的這個鞋子都非常有誠意 雖然說比較貴一點 但是還是蠻開心 對我們這種真正喜歡球鞋的朋友們來說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來我們現在就將這個 Romeo Space Jam 這雙鞋子打開來看一下 鞋蓋裡面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就來一起喬一下 Air Jordan 11代 Space Jam 2016 2016 2016年這雙鞋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首先看一下襯子 襯子上面一樣印著非常大的45的字眼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哇 是不是等超久的 終於見到死鞋的 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鞋子 從鞋盒拿出來 鞋子放在旁邊的時候才發現有沒有 這個鞋盒的下方 真的暗藏玄機非常的正點 你看整個裡面呢 都是有這種星空的設計 這種紋路非常非常的正點 然後再加上這種紫藍色的有沒有 Jordan Brand的燙印紋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老師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當然多了這個細節也增加了一點 有沒有這個收藏的豐富性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誠意的一個設計 一個組合 好啦先生女士們 你看現在老師手中拿的這一雙就是 Air Jordan 11 代 這一雙 Space Jam 2016 年版本的鞋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鮮 我們先看一下整體的設計 整體一樣跟過去的 Space Jam 的設計 一模一樣 黑黑白配這種有沒有 這種果凍膠底 就是清澈果凍膠底 那如果你們注意看的話呢 其實今年呢 有一點小小的變化 也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Mod Guard 的地方 這個亮皮紋的地方 完全的設計不太一樣 因為過去的這個有沒有復刻 尤其是09年 還有01年的那幾雙鞋子當中呢 老師過去已經有跟你們講過 這個Mod Guard 的地方 是比較低一點的 也就是說老師現在隨便拿一雙鞋子 來過來一下 來是現在拿的這個是 這個 DMP Pack 這一雙鞋子 那之所以我會拿 Concord 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黑白有沒有 黑白的這一種反差 可以比較明顯的看出 亮皮的地方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如果你注意看一下 兩雙鞋的這個有沒有 Mod Guard 的部分 這個地方亮皮紋的地方 有沒有注意看哦 這邊是不是比較低一點 比較矮一點有沒有 那如果現在注意看一下 2016年的這個Mod Guard 的地方 它就是比較高一點 這也是今年2016年 Space Jam 跟過去 幾年復刻的Space Jam 唯一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就是在這裡哦 那為什麼有這個設計呢 那其實很簡單 因為過去的這個原年原版的 這種有沒有 Jordan 11代都是這樣設計 也就是說它這一邊的Mod Guard 都是比較高的 那是後期復刻的 這幾款鞋子當中呢 它的設計就比較低一點 就像有沒有 看一下這一雙 DMP 11代 它的這個有沒有 Pattern Leather 的地方 就是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今年16年的 這個Pattern Leather 就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差別 來除了Pattern Leather以外 我們來看一下上升的地方 其實這個上緣的地方 Upper 的地方 跟一般11代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變 一樣Mesh 的這個材質 加上有沒有 經典11代的這種鞋帶環 直接都是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鞋子的 這個鞋舌的地方 鞋舌的地方 你看一下這邊直接就打的一樣 有沒有 Jordan 11代的 非常經典的一個Tab 那再加上這種藍色跳跳人的Logo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們看一下鞋子的內側 鞋子的內側一樣 你看到這邊有沒有 Pattern Leather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Concord拿回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Concord的這個Pattern Leather比較低 可是呢 我們今年的這個Space Jam 整個都很高 有沒有 已經蓋到快一半了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 那到我們看一下鞋跟的部分 鞋跟的部分 這邊一樣秀的45 老師等下會跟你解釋為什麼 那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藍色 紫藍色的這種German Logo 真的非常非常的正點 看一下中底的部分 中底的部分 原則上跟一般的11代 看一模一樣 也是全白 我跟你講 只要是11代 這個黑配白 加上這個清澈的果凍膠底 真的就是很好看 再來我們看一下鞋底的部分 鞋底的部分 鞋底的部分 這次一樣採用這種清澈式的果凍膠底 加上Space Jam 經典的紫藍色的這種塗漆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中間 也是一樣給你一個German Logo在裡面 這邊一樣給你這種Carbon Fiber Chic 所以呢 整體的設計跟一般11代的設計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們現在把鞋子 這樣打開看一下鞋子的內側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打開的時候 最後一樣有這個Jordan 11代非常經典的這個鞋稱 每一個Jordan 11代幾乎都有一個這樣子有沒有硬的鞋稱 那其實這個鞋稱也會對應到所有鞋子裡到外的一些顏色的鞋條 比如說你看 這個就跟一模一樣的顏色有沒有 跟鞋底這個圖漆是一模一樣的紫藍色 真的是非常的正點 我們先把鞋稱放在旁邊 再來一個非常非常酷的細節 也就是平常11代也是近幾年來沒有看到的一個細節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鞋墊的部分 Nike Air的這個Logo 燙印紋直接印在上面印在鞋墊 這是過去近幾年來的這種有沒有 Jordan 11代的這個發行都不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真的是蠻酷的 所以說到近期的這個喬丹的復刻真的是蠻有誠意的 因為他帶回 為了我們這些忠實的球 這個什麼鞋名帶回滿滿的回憶 再加上這個圓年的設計 我真的是覺得好 很開心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的鞋標有沒有不一樣 鞋標一樣是寫著 Quality Basketball Products Inspired by the greatest player ever 這一句話如果你忘記老師說什麼 我真的要打下去 因為這個我已經介紹很多次了 如果可以的話 請同學在我的留言欄下面留言一下 這一句話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哇這整雙鞋真的是非常的正點 因為你看他除了有沒有 這一個設計 亮皮的這個設計 帶回圓臉的這種高度以外 包括連鞋墊的部分也給你打的 這個Nike Air的logo 再加上 老師覺得一個非常有收藏價值的一點 就是他鞋跟上面直接打的45 的這一種 袖製 真真真真真好看 那由於今年呢 這個Jurion Brand將這雙鞋子 盡量以圓臉的這一種造型 直接復刻出來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 所以我們介紹這雙鞋子的時候 真的不行隨隨便便的介紹 對不對 不是說拿到鞋子 哇 耶 哇 哇 對不對 什麼都不講 拜託 這很浪費這麼好的一雙鞋子 這麼有故事的一雙鞋子好嗎 所以我們先來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45這個字眼 常常出現在Michael Jordan的這個鞋子上面 來 先回到Michael Jordan小時候的時期 其實過去他還小的時候呢 他最喜歡的運動是棒球 那當年呢 他在國小的時候 參加棒球隊的時候 他的球衣就是背上了45號 也就是說呢 這一個數字 這一個球號呢 這個球衣號嘛 一直跟隨他 跟到這個有沒有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 當他哥哥那時候 也是在打籃球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有點強碰 這個數字的背馬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他的哥哥 因為被 他的球衣是45號 所以當年呢 這個Jordan呢 他就覺得說 哇 竟然45號被他哥拿走了 對不對 那他直接砍半 變成22.5 那因為45路 直接變23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乔丹會有23 這個數字的由來 那另外一個Jordan為什麼會很喜歡45號碼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你們記得如果在1993年的時候 乔丹他暫時退出的這個有沒有 職業籃球的生涯 去打棒球 去打這個小聯盟 當時他效力的球隊就叫做Barons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記得的話 其實他那時候的這個球衣號碼 就是45號 完完全全的帶回他國小時期 有沒有他年輕時期的這個數字 這個號碼 因為他覺得其實45號對他來講 是一個幸運數字 所以他就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盡量帶回來 盡量穿著這個45號這個數字 那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45號 當年Michael Jordan 他們參加這個有沒有 為美國代表美國去參加這個奧運 然後打Dream Team的時候 當年呢 所有的球員好像最大的數字 只有1到15 然後那時候Jurion就覺得說 蛤 只有1到15 沒有23 有沒有45可以選對不對 那他就突然 靈機一動 他說好 你不給我45號 或者是23號 那我就要直接用4加5 對不對 4加5就變成9嘛 之所以他也覺得 那是一個非常幸運的數字 這故事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們是喬丹米的話 在過去他有一個自己的自傳當中 The Love of the Game 那一個自傳當中 他就有詳細的敘述到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回去看一下這一方面的故事 真的很酷喔 那再來啦 Michael Jordan再次的付出 老師每次講他這個年代的時候 我整個就是雞皮疙瘩 對不對 經過幾年的這種碰碰撞撞 直迷不入的棒球生涯以後 終於在1996年的時候 Michael Jordan再次的跟大家宣布 I'm back 我回來了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呢 由於這個公牛隊 在球季的開始 直接幫他註冊45 因為那時候Michael Jordan就覺得 他要背著45這個數字 打籃球 所以呢 那時候公牛隊也如他的願 直接幫他註冊45 這個數字 但是在1996年 那個球季開始的時候 公牛隊竟然輸了 竟然第一場球賽就打輸了 所以那時候Michael Jordan說 哇靠腰 對不對 第一場就打輸了 所以他就覺得 好像不是很幸運 對不對 我的幸運數字 如果在籃球生涯的話 應該是23 所以當他在1996年的時候 第一場打輸的時候 他就跟公牛隊說 我想要把我的背號換回23 可是公牛隊抓頭說 什麼 你現在跟我說 對不對 他們已經都開始打了 而且又在球季當初 最開頭就已經幫你註冊45 那你現在突然跟我說 要變回23 我怎麼變得出來 對不對 不過由於呢 這個Jordan是 芝加哥公牛隊的愛將 所以基本上他講什麼 他們都要聽 對不對 那時候芝加哥公牛隊 就快點幫他做23號的球衣 如果你們記得 96年的時候 喬丹其實是在第23場 第23場賽事的時候 喬丹就把這個23號的球衣穿回來 那當然啊 這件事情惹到這個NBA的聯盟 對不對 他們講說 哇你現在是在跟我們玩就對了 對不對 我們這樣子讓你用45 那你現在回來 你突然又要違反這個規定 穿回23 這樣是不行的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註冊在交上 包括所有這個Jordan在媒體上面 或者是說NBA的這個Roster也好 全部註冊都是45號 你現在給我穿成23號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那時候NBA的Commissioner 也是總裁 直接跟著公牛隊說 你們的這個球員Michael Jordan 如果還是一樣 這個球賽當中 不給我穿45號 給我穿23號的話 我們一場比賽 就要罰你25000塊美金 真的在當年的價錢 是非常非常誇張的貴 可是Michael Jordan根本就 I don't give up 對不對 他就直接一樣穿的23 因為當他穿回23的時候 整個魔力都回來了 對不對 那公牛隊想說 好啦 要給你發就給你發 所以當年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當年芝加哥公牛隊 為了這個有沒有喬丹 違反穿45號球衣的這個規定 好像整整花了10萬塊美金 去瞭事情 也就是他要折合新台幣 300萬台幣的這個價錢 去去化解這件事情 不過Come on man Michael Jordan幫這個 有沒有資格公牛隊 帶來這麼多的商機 所以罰那個300萬 或者是10萬塊美金 真的沒有什麼 好啦 那這就是為什麼45號這個數字 跟Jordan息息相關 來我們再複習一次 為什麼會有45號這個數字呢 一 就是因為 Jordan小時候打棒球的時候 這就是他的球一號碼 二 45號這個數字呢 一直跟隨Michael Jordan跟到他這個高中三年級的時候 由於哥哥也是跟他穿一樣45號 所以他到了那時候才變成 他的球一號碼才變成23號 那第三就是93年的時候呢 Michael Jordan暫時 道別這個NBA球場去打棒球的時候 45號就是他當年的球一號碼 那講個題外話 其實當年也是因為 這個Jordan喪失了這個父子之痛 這個父親之痛 因為他爸爸就是被搶劫嘛 然後被逮捕開槍 他上命 那因為那件事情 那Michael Jordan就是有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所以他才決定突然不打籃球 我要去打個棒球 因為棒球一直是他爸爸 最希望他成為的一個球員的原因 那第四 45號對Jordan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呢 在1996年的時候 Michael Jordan再次跟大家宣布 I'm back 我回來了對不對 所以45號是當年呢 他在前23個賽事當中 所穿的這個球衣 好啦那你以為老師 如果講完45就算了嗎 沒有 因為這雙鞋子真的太多可以講了 再來我們講到 這一雙鞋子 為什麼有Space Jam 這一個名稱 相信在老師過去之前 就已經有跟你們講到 可是呢 因為這雙鞋子真的太酷了 所以 我不建議再次跟大家複習一下 來首先我們先回到1996年 那時候呢Space Jam上映 那其實當年90年代其實有 蠻多這種有沒有融合卡通跟真人 的這種電影 那當然啊 只要是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呢 都知道Nunitune這個卡通對不對 老師已經在以前過去好幾集 有跟你們講到 過去Nunitune這個卡通 是每天陪伴老師早上要去上課之前的一個電視節目 那老師當年最喜歡的就當然就是兔寶寶 因為兔寶寶那時候真的很酷嘛 不管怎麼樣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太好了 都有辦法這樣脫離險境 那相信再來的資訊 你們如果上網不難查 不過老師還是跟你們講一下 Space Jam原則上是一個故事 就是在講說 有一群外星人來到了地球 這些外星人 因為他們想要擴散他們星球上面的娛樂設施 所以他們就飛到了地球 要去找這個Nunitune的卡通人物 把他們抓走抓去他們的星球 然後叫他們就類似像這種馬戲團的方式去表演 然後來賺錢 那當然他們最想處理的就是兔寶寶對不對 那時候兔寶寶跟他所有的同伴 就說團結起來對抗這些外星人 所以那時候兔寶寶就說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打一場籃球 如果我們打贏的話 我們就留在地球 那你們就回去 那如果我們打輸的話 我們就跟你們回去你們的星球 當你們的這種野毛馬戲團的奴隸 所以那時候在電影裡面才有這個籃球的比賽的畫面 不過在電影裡面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那時候外星人就說 好!我們就接受你們的挑戰 所以呢 他就去地球上面所有比較厲害的這些NBA球員 他們就利用這些NBA球員 他們就用他們的這種外太空的科技 直接吸取這些球員的他們的能力 比如說像我記得Larry Bird Larry Bird以前也在這個電影裡面 就是被外星人吸取他能力的一部分 因為那時候Larry Bird在電影裡面 就是有一幕好像很好笑 他那時候在打籃球 結果球也沒辦法控球 也沒辦法投三分球 對不對? 因為他的這個能力 籃球的能力全部都被吸走了 所以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笑的畫面 除此之外 老師非常喜歡另外的畫面 就是Charles Barkley 那時候也有擔任其中一個戲份 戲腳 那他那時候也是被這個外星人吸取 他能力的其中一個球員 那我記得那時候Charles Barkley在裡面演的 也超好笑的 打球人好像還打 就是還被球打到 因為他就整個 這種打籃球的能力 全部都被這個外星人拿走了 所以那畫面其實也蠻有趣的 那當然這些外星人突然變得那麼強的時候 這個Boxbunny就覺得怎麼辦 我們再怎麼練都沒有辦法 贏了這些外星人 所以他那時候才去求Michael Jordan 希望他這個幫助他們 我記得在畫面裡面 那時候好像Jordan 也是在練習棒球的一個橋段 然後這個Boxbunny 他們就去打擾他說 欸 喬丹拜託 我們真的需要你回來 那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這整個故事衍生的非常好 你看從這個電影裡面的一個劇情 請Michael Jordan 回來籃球場上面 然後真的到1996年 也就是電影當時在上映的時候 Jordan就跟全世界宣布說我回來了 那感覺整個 你看老師現在講整個雞皮疙瘩 如果你是來自老師的年代 然後也知道這個故事跟電影的話 你真的是會牽起非常多的回憶 真的是超級超級酷的 那講到了Space Jam這個電影 其實老師另外一個非常喜歡 這個電影相關的一些東西 就是他的Soundtrack 他的原聲帶 他的原聲帶真的是超級超級屌 其實過去呢 除了他原本電影裡面的一些配樂的原聲帶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酷的就是 結合所有R&B跟嘻哈音樂的這些 歌星的一個專輯 那這個專輯裡面 當然你們一講都馬上知道一首歌就是 I believe I can fly 那一首歌有沒有 就是來自R Kelly 然後其實那整張專輯裡面 老師過去開車椅的時候 都一定會把這首歌放非常大聲 就是有一首歌叫做Hit Em Up Hit Em Up那時候呢 你們記不記得裡面有Buster Run Coolio 天啊 Coolio的人已經是歷史人物了 Methe Man還有Be Real 那些他們全部這幾個老舌歌手 都在Hit Em Up那首歌裡面擔任跨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 如果你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話 請你去YouTube查一下這一首歌 就是Hit Em Up by Buster Run Coolio Be Real 還有這個Methe Man 而且對對對 還有這個LL酷爵也在裡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聽的一首歌 到現在老師聽那首歌 還是一樣頭點得非常的大 因為真的是超有感覺的 反正總之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就是去上一下YouTube 直接打Space Jam 他就會有一個類似這個YouTube 整合出來的清單給你 那整張專輯裡面的 每一首歌都會出現 真的是很好聽 到現在來講 對老師來說 每一首歌真的都很有感覺 因為那個專輯也是老師過去的一個收藏 只是老師真正不知道 現在等了 好啦 那如果要收藏這雙鞋子 當然除了電影以外 還有原聲帶以外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周邊商品的收藏 一定會更棒對不對 隨著這雙鞋子的發行也有發出 這個有沒有 Nunitune當年這個電影裡面 Jordan穿著的那個球衣 如果有一點預算 其實把它買起來也蠻酷的 但是老師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收藏 這是全世界只有23張 然後老師呢 拿到的是這23張的第一張 來我現在給你看一下 老師另外一個Space Jam的很酷的收藏 到底是什麼 就是這個 登登登登登 超級爽的好不好 這個東西掛在這個家裡 真的是一個榮譽 因為這是來自我們台灣一個 非常非常有名的設計師 他的名字叫做小K AKA13th Vision的主理人 如果你們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常常在老師粉絲專頁有PO一些 他常這個小K寄給老師的一些產品 而且如果你們平常有在Follow小K 13th Vision的這個怎麼講IG Instagram 或者是他們的粉絲專頁 看一些非常有名的老舌歌手 還有一些很有名的藝人 都會去按讚 再加上前陣子其實 Complex 是個美國非常非常有名的 這個流行文化的這一種有沒有 媒體 他們還特地的報導了 這個13th Vision的創作 所以小K thank you so much 來我們來看一下小K送老師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也是小K都是默默偷偷 頭頭到晚上來 頭來晚上去 這樣子寄給老師 他也都沒有跟老師說他要寄什麼東西 可是有一天我下去 我看一下這個郵件的時候 突然就是這個海報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榮幸 可以收到這個東西 那結合這次Space Jam的發行 小K直接寄給我一個 這一個有沒有50x50的Michael Jordan經典灌籃之士的 這一個設計 而且不只這樣子 你看他連這個球衣上面 還用著這個有沒有 Toon Squad 就是當年呢 Michael Jordan在這個電影 Space Jam這個電影裡面 所穿的那個球衣 非常非常的正點 那當我們往下看的時候 你看 他連鞋子也畫這個有沒有 喬丹十一代Space Jam的這個球鞋 所以真的是很正點 如果你不相信老師說 這一張海報是小K給老師 二十三張海報中的其中之一的話 請你看一下 OK Certificate of Authenticity 就是說認證這張海報呢 是二十三張的第一張 你有看到嗎 小K又自己簽名了 13Vision有沒有 他寫二十三之一 二十三張的第一張 這代表說小K非常的在乎老師 對不對 還寄第一張給我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榮幸 也非常開心 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呢 當我們把有沒有 Space Jam 這樣子放在旁邊 這樣一起看 真的是很正點 那老師呢 也會再次的去 線上買一下 這個Space Jam的原生袋 過去的CD買回來收藏 那整個放在一起 放在一個角落 真的看起來就會很正點 好啦 再次感謝來自13Vision的小K 這麼專程送老師 就是這麼酷的海報 我真的是會非常非常好的珍惜 而且說真的 我這個拿到的第二天 我就馬上去 這個有沒有 相框店 直接買一個框來 把它框起來 因為這個設計 我真的太喜歡了 好啦 再次再次 小K 謝謝你的圖片 Space Jam forever baby 好啦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很詳細的跟你們介紹 有關45這個數字呢 還有Space Jam這個電影 當然再加上這整雙鞋子 Jordan Brand這一次出的 真的讓我們感到非常有誠意 所以再次的感謝你們 可以再次把這雙這麼棒的鞋子 帶回來 造福我們這些真正喜歡 喬丹相關鞋款的這些球迷 希望老師今天講那麼多 可以幫助你們 對於了解這雙鞋子的背景 跟它背後來的故事 記得幫老師的影片按讚 分享並留言做補充 這是看你老師 Space Jam forever baby